各位朋友大家好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北京出现一种很乐观的论调 就认为普京入侵乌克兰 北京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比如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认为 伊斯兰极端分子针对美国的911恐袭事件 使中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中美关系大为缓和 给中国带来了十几年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这一次乌克兰战争爆发 正好是中美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刻 很多北京的人认为 乌克兰战争显示出 俄罗斯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巨大威胁 就让俄罗斯再次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 这样一来 今后美国就会再次缓和跟北京的关系 以便腾出手来去全力对付俄罗斯 甚至有可能拉拢北京共同去对抗俄罗斯 这样一来 北京的压力就会大大减少 美国就会放松减轻对中国的打压 让中国再次获得十年和平发展的机会 然而这次美国拜登政府的反应就让北京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定于今天5月5号发表讲话 阐述美国政府的对中国计划 然而布林肯突然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 所以今天的演讲就被延期了 不过布林肯演讲的主要内容已经透露出来 就是拜登政府再次确认 美国的最大对手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 虽然说乌克兰危机是分散了美国政府 及其合作伙伴处理对北京关系的注意力 但是美国并没有把俄罗斯视为他们的最大对手和威胁 美国仍然把中国视为是最大的挑战对手和最大的威胁 美国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昨天5月4号 宣布将80多家中国企业列为预定在美国股市被摘牌的名单 这些企业包括中国著名的京东网易和中石化等知名企业 英国金融时报5月4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财政部准备把中国最大的监控设备生产公司海康威视 纳入全面禁止交易的黑名单 禁止美国企业和公民跟其进行交易 并且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 海康威视应涉嫌协助北京打压新疆维吾尔人 所以美国准备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制裁 任何国家与个人如果与海康威视有业务来往的话 都有可能违反美国的制裁令遭到美国反制裁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5月3号到6号访问美国 除了讨论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之外 日美联合围堵中国也是他们最重要的话题 对于日本来说乌克兰离日本很远 但是中国就在眼前 日本更关注的是乌克兰战争对东亚的影响 特别是担心北京会趁机发动台海战争入侵台湾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 在5月3号出席参议院布团委员会小组听证会时表示 中国仍将台湾视为其武统的目标 并计划在2027年前具备武力攻台的能力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 国防部的主要军力布局重点 仍然是锁定对抗中国咄咄逼人的霸凌行为 美国国防部把中国视为意义最重大的竞争对手 列为美国国防战略头号优先事项 俄罗斯因为在乌克兰战场表现的相当的稀松拉垮 被美国认为俄罗斯已经对美国不是一个主要的威胁了 美国最主要的威胁还是中国 所以美国的防范对象主要还是要防范中国 美国这么做让北京一下子傻眼了 因为北京本来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美国就会把俄罗斯视为他们最主要的敌人 所以说美国应该全力去围堵打压俄罗斯 而且北京还有可能趁机试图和美国改善关系 5月3号北京新华社突然转发了西班牙媒体的报道 泽连斯基如何在地堡中治理国家 这篇报道就正面的描述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并且首先使用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样的说法 过去北京官媒的报道 一直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描绘成美国的走狗和小丑 北京的文章更是绝口不提入侵这样的词 这次新华社的文章不仅是正面的报道 泽连斯基更是使用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样 偏向性的词句就是偏向乌克兰的词句 就表示北京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开始向美国方面正面靠 开始向美国示好 最近北京官媒也明显转变立场 开始从乌克兰的角度去正面报道乌克兰战争 并且正面引用乌克兰媒体的报道 过去北京官媒报道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都是站在俄罗斯的立场 引用俄罗斯的媒体进行报道 这样等于是北京帮助俄罗斯进行一个大外宣 所以就引发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愤怒 在国际上 因为俄罗斯的官媒被西方的社媒平台查封了 所以北京就充当起俄罗斯官媒的扩音器 就替俄罗斯向西方散布假消息 所以西方也有人呼吁 不应当再允许北京替俄罗斯干脏活 西方的社媒平台也应该查封北京的官媒 在这样的情况下 北京官媒也开始转变了 就是开始从乌克兰的角度来报道乌克兰的战争 开始正面引用乌克兰的媒体来报道这个战争 不再转发俄罗斯媒体的假消息了 这也表示北京希望用疏远俄罗斯来和美国改善关系 美国是不断地对北京发出警告 警告他们不要在乌克兰战争中帮助俄罗斯 否则会有严重的后果 现在美国的高级官员表示他们感到安慰 因为自从乌克兰战争两个月以来 美国还没有发现北京对俄罗斯公开提供军事和经济的支援行为 尽管美国对北京长期支持俄罗斯的做法保持警惕 但是他们担心美金向俄罗斯提供军事和经济的援助 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就表示北京在援助俄罗斯的问题上 是尽量不得罪美国 不要惹美国生气 中国最大的无人机厂商 也就是全球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 中国大疆公司 最近在美国的压力下宣布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 过去大疆公司声称他们的无人机产品是民用产品 所以不愿意停止在俄罗斯的业务 现在大疆公司向美国政府低头 宣布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 不仅是担心其无人机的关键零配件受制于美国公司 怕遭到美国的二级制裁 也是表现出北京对美国的某种让步 试图疏远俄罗斯来改善中美关系 俄罗斯对北京的援助不如预期 也表达了不满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经济顾问基托夫 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信社专访的时候表示 中俄在经济合作上不如预期 在目前的情况下 俄罗斯在进口替代选项上不应只依赖中国 基托夫说 中国的许多公司和银行现在都公开说不敢与我们合作 他们非常担心引发刺激制裁 华盛顿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而俄罗斯只排在第13位 更不用说我们之间在相互结算方面长期存在的问题 20年来我们一直未能完全转向本币结算 使双方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俄罗斯的不满也说明 北京虽然他们嘴上调子很高 说是中俄合作无止境尚不封顶 但实际上他们还是很忌惮美国 在援助俄罗斯的问题上可以说畏手畏脚 让俄罗斯也感到不满 最近北京官媒悄悄改变立场 开始支持乌克兰 公开使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说法 除了担心美国的制裁之外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场的表现 非常不怎么样 当初北京以为俄罗斯是战斗民族 那打乌克兰是势如破竹 用不了一个月就可以占领整个乌克兰 现在乌克兰战争都打了两个多月了 俄罗斯是越打越艰难 而且西方国家在物资和武器上不断的支援乌克兰 乌克兰是越战越勇 这就让北京感觉到情况不妙 他们站错队了 早知道俄罗斯是这么烂的话 北京也不会那么力挺俄罗斯了 那么现在北京就觉得俄罗斯好像是不行了 他们就想抛弃俄罗斯 想投向美国阵营 但问题是北京这个时候想抛弃俄罗斯 再去投靠美国阵营已经是错过了时机 可以说为时已晚 如果北京在乌克兰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就站在美国这一边谴责制裁俄罗斯的话 那么还可以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亮解 现在北京看到俄罗斯不行了 再想抛弃俄罗斯 再想投向美国阵营 当然美国也不会再买账了 同样也是美国看到俄罗斯不行了 他们就觉得俄罗斯并不是美国的心腹大患 只是一个肌肤之患 北京才是美国真正的心腹大患 因此美国政府宣布 美国最大的对手是中国 不是俄罗斯 美国不把俄罗斯视为最大的对手和威胁 仍然把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挑战和威胁 这样一来 北京想通过疏远俄罗斯 讨好美国 就变成了两边都不讨好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为北京疏远了俄罗斯 得罪了俄罗斯 那边讨好美国又失败了 美国还是把北京当成是最大的对手和敌人 这样一来 将来美国要强力打压北京的时候 俄罗斯也不会支持北京了 甚至还有可能去配合美国打压北京 所以北京本想耍一个小聪明 看到俄罗斯不行了 就想抛弃俄罗斯 想跳槽 跳到美国的船上去 结果可能是美国的船没跳上去 又从俄罗斯的船上给掉下来了 那个结果真叫做悲催嘛 所以呢 北京本来认为乌克兰战争 他们是最大的赢家 结果呢 有可能变成最大的输家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